今天的防疫方程式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夏天到了 在没有冷气的情况之下 要戴口罩 真的是热到快要受不了 还有人发现 口罩怎么越戴头越昏 以为说自己是不是中暑了 专家说 这其实是因为戴着口罩 吸入比较多的二氧化态 才会导致出现疲劳 头痛 类似中暑的症状 同时还提醒有三类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 天气越来越热 即使是没什么太阳的午后 戴着口罩走在户外 汗水和热气 还是全部闷在口罩里 民众真的快要热到受不了 还有人被口罩闷着 头也越来越昏 以为自己是不是中暑了 专家解释 其实是因为民众戴着口罩 吸入了比较多的二氧化碳 比如说身体过热 那当然还有包括呼吸急促 还有包括像比如说这个疲劳 然后头痛的等等的症状 很多人都会把它误以为说 是不是中暑的这个状态 除了老人家或是有慢性病 行动不变的民众 会忘记事实让自己透透气 本身有心肺疾病 或是日常生活做什么 都很容易喘的呼吸病患 也是危险族群 另外两岁以下的婴幼儿 因为容易流口水 会导致口罩失掉 也可能因此让口罩的透气性变差 两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那其实就是在适当的时间 那特别就是人潮不拥挤 或者是说在户外的状况 那尽可能的可以在适当的 把这个口罩拉开 天气炎热的确增加中暑危机 专家建议民众除了要多喝水 补充水分 避免长时间曝晒在太阳下 也可以换成佩戴立体口罩 让口鼻更透气 也能兼顾防疫 记者陶育群 黄明胜台北报道